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有句古词 叫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蓝山 但是咱今儿不看蓝山 咱看蓝山 咱看蓝山 好 在正式开始这期视频之前 我们先说一点 这期视频主要是负责这台车的动态驾驶部分 会是一个重点 其实之前这台车有一个很详细的静态部分的讲解 是由我的同事大师兄来进行解读的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那期视频 包括这台车的外观设计 空间 内饰等等 还有它的智能化的一些装备 大师兄在那期视频里面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 这期视频我们主要就讲这台车开起来的感受 好 现在我们是第一次的 把这台未排蓝山DHT PHEV车型开到路上 做它的动态的体验 先说结论 这台车开起来非常的舒服 和你想象中的豪华SUV整个开起来的行驶品质 还有质感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样的 那再来详细的说一下它的动力组成 1.5T的四缸球机匹配两个电动机 是P2加P4的结构 也就是说这台车是带有后桥电机的四驱车型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能耗储备 79升的油箱加上44.5度的电池包 是不是非常的疯狂 这台车综合续航的能力超过了1200公里 更有甚者昨天开会的时候悄悄跟我说 这台车好好开1300公里以上没问题 那完全没有里程焦虑 那我们说一下动力储备吧 动力储备是933牛米4.9秒破百的这么一个数据 所以说这台车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路上开不出它的极限 因为动力绝对是过剩的 那开起来真实感受呢 其实我们从驾驶模式来说吧 驾驶模式如果你调到这个舒适模式的话 它前面的油温踏板其实是非常平缓的 你可以舒舒服服的来开这台车 如果是这个标准模式或者是更激进一点的这种运动模式的话 它的动力储备真的是太好了 基本上和纯电的车型呢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混动车型 尤其是带DHT这种变速箱的车型 它基本上都是主电驱动对吧 就是主要靠电动去带动这台车 那汽油机呢从原来的一个输出动力的动力单元 变成了一个为电池组或者电机去补能的这么一个辅助动力单元 那现在的一个汽油机的角色是改变了 那主要呢它的电动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呀 噪声振动的意志 包括它加速的响应 还有它毫无顿挫的这种加速的感受 这个是汽油机永远也比不了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整台车开起来的这个静密性啊 因为刚才我们一路过来大概时速100 120公里的时候 这台车的整个的噪声啊包括震动的意志是非常好的 那因为它是一个纯电驱动嘛 所以说很多地方开起来其实和纯电动车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另外呢再说一下它的转向啊 转向其实是我比较喜欢这台车的一点 我觉得作为一台SUV车型 车主不需要知道这台车现在在干嘛 以及我要怎么去操作这台车 这台车只是作为一个工具车型出现就好了 那尤其是转向系统 我觉得只要驾驶者一开上这个车 他认为这个车好开或者不好开的主要因素90%都是来自于转向 那这台车的转向很轻柔 而且它转向了整个的手力和你的身体的离心力啊包括车的转向的响应是匹配的 这一点我觉得胃排阑山做的非常的好 那有一些SUV呢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到我们就不提名了 它的转向和车身的响应是不太匹配的 有时候你转向你感觉角度已经很大了 车身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响应 还有一些它为了突出自己的运动属性 去标定的这个转向你可能刚开始打一点的话 这车很贼车头一下就过去了 那这样的车长时间去开呢会比较累 你想象一下高速上你去老修这个方向盘的时候是不是会很累 尤其你的副驾驶如果还是会跟着你的这个转向来回来去去摆身体的话 其实也不舒服 那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动力分流器啊 看到这个胃排兰山DHT PHV这个车型的能量流模式 它有纯电驱动有纯电的两驱纯电的四驱有一档的纯电二档的纯电 还有并列 而且它动能回收呢我还发现了一点啊 它可以单轴回收也可以双轴回收 它整个的这个动能回收时候的这个制动的给你的拖拽感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说一下这台车最值得表扬的一点吧 就是它刹车踏板的调教 我觉得这个刹车踏板其实可能刚开上这台车的人还需要试证一下 但是一旦你试过来之后这个刹车踏板真的太舒服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混动车型的刹车踏板调教是非常考验车企的功底的 因为它有动能回收还有真正的分泵的刹车力的两股力量要协调住 刚开始的那个曲线如果你调不好这两条刹车或者是减速的力量的话 会有非常突兀的减速感 也就是说刚开始你脚搭在这个刹车踏板上面你就会有明显的减速 但是你再往下踩的时候刹车力基本上是不变的 因为这个时候分泵还没有工作 你再去向这个刹车踏板上去施压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会有分泵去帮助你刹车 那这个时候整个刹车的体验是非常差的 这台车做的非常的线性 我们一路过来包括今天没有走高速 全都是联络线一个一个一个红灯等过来的 刹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那最后我们说一下这台车啊 如果你真正的去买过来作为自己的家庭用车的话 这台车是完全能够胜任很多个场景的 因为刚才我们一路过来啊 包括有一些泥泞的道路啊 这台车是完完全全可以通过的 而且又是一个四驱的车型 关于动态呢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 那另外呢其实有关于这台车啊 在11号会上市 我们可以先透露一点 这台车的价格有可能会低于30万 而且在以后说不准还有两驱的版本会上市 那能说的基本上就这么多了 那这期节目基本上就到这了 有什么问题欢迎您来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咱们下回见